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孙伟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的唐格朗市 唐格朗这个地方是雅加达的一个卫星城市 距离雅加达的市区 其实开车不堵的情况下 是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 中国实施了一些有利于 外国游客入境中国的一些政策 那么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扩大 入境中国的外国游客的数量 是在激增的 那在海外版的抖音的TikTok上 带有China Travel这样标签的视频 总播放量已经超过了7个亿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 带着China Travel的标签的贴子 将近90万条 所以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想见一个 最近刚刚去过中国的一个印尼朋友 印尼的旅行团从广西入境 是可以免签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其实跟以往的 并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呢 大多是在一个走动的情况下 我们今天在一个演播室里 其实是我这个朋友的办公室了 那么在演播室里 其实就像一个访谈 或一个电视节目的一个录制 我们就欢迎今天的嘉宾 Andy Chiu Hello Hello Andy Chiu 你好 你好 这样形式的直播 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有点 刚才我这一套下来 是不是有一点那个 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一个访谈性的 真的 就是好像我们要做那种 电视 talk show的那种感觉 其实还可以再严肃一点 就类似于那个 我问你答这样的一个环节 其实是蛮正式的 因为今天的场景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主要聊的就是 关于在中国的旅游的一个情况 因为据我所知 您最近也是刚刚去了中国 对 去了 之前去了海南 然后呢 也有去 盈川和哈尔滨 这几个地方 是什么时候去的呢 海南是在四月底 然后呢 到了这个 宁夏和哈尔滨 是上个月底 上个月底 对 其实也是半工半游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对 尤其上次是海南 是我们总台办的一个 和东盟九个国家的一个 东盟九个国家的媒体 的一个活动 主要就是到那边去旅游 然后做一些 有关于当地的旅游的一些报道 这样子 然后分享一些经验 做一些自己的Vlog这样子 您能先跟我 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办公室嘛 您是做什么的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 并不知道您是做什么的 我这个办公室呢 我们其实是一个制作室 我们有制作电台节目 也就是音频的节目 然后呢 也有做一些网上的视频节目 也有一些电视的新闻 但是大部分我们所做的内容呢 都是和中国有关的 然后中国印尼合作 有关的一些讯息 因为近几年来真的 在印尼本地 对中国的讯息的需求量 真的是有渐渐的在增加 您的中国人这么好 可能好多朋友觉得您是中国人 但其实您是印尼华人 对吗 对 我是第三代的印尼华人 第三代印尼华人 从小是在印尼苏门达腊的 廖内省的一个小渔村长大的 之后是来到雅加达留学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留学的时候就开始 兼职做一些中文媒体的工作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算是在 媒体领域里面活跃 我不知道您最近 有没有观察到就是 我刚才提到的社交媒体的这个 China Travel这个话题 您最近有看到吗 有啊有啊 然后我自己放 发我自己的可能 照片或者是文字 或者视频的时候 也会加上那个 hashtagChina Travel 您这次去 先去的海南 对 然后去的 银川 银川 然后哈尔滨 您说的这三个地方 我都没有去过 对 您给我讲讲 就是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这三个地方 您是直接从雅加达 到了海南吗 海南那个时候 是从雅加达 先飞广州 然后再转机到那个 三亚 对所以那个时候也其实 蛮累的 因为呢 从早上在雅加达 我六点早上出门 然后到了三亚那边 到酒店的时候 已经是八点半晚上了 所以还算是 有一段路程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 有在 雅加达有直飞海南的 班机 我觉得 我所看到 我所体验到的那边的 旅游景点 或者是一些 设施等等 我觉得是蛮吸引 印尼人的 如果说是有直飞的飞机 跟年齐巴尔行的 应该有 到了海南的 应该观光的 也有印尼人 印尼同事一起 有 还有其他两位印尼同事 因为印尼是千岛之国 或者是万岛之国了 台岛很多 海南岛也是一个岛 这两个岛的旅游资源相比 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哪点让您 比较印象深刻 我觉得海南岛的旅游和建设 就是很有中国的特色 尤其是它的建设方面 因为之前我们所知道的 海南岛 就是大家说是 中国的巴厘岛 就是有海滩 然后有一些别墅 可是那个时候我去的 看到的是海南 中国已经把海南发展成一个 自由贸易港口 所以并不只是旅游 里面还有一些 贸易的设施 然后还有一个三亚的CBD 还有一个综合性的医疗中心 就是很大 然后很先进的一个设备 然后里面也有发展一些教育城 所以让我发觉到 其实大家所说到的海南 是一个海滩 大家在那边住别墅等等 其实那已经是 只是一小部分了 我所看到的是 真的是完全很大 而且很有中国的建设的一种特色 就是很大规模的建设 那有去像别的知名的地方 像天涯海角阿德能这些地方 天涯海角倒没有去 然后有去那个 那个什么 但是没有住在那边 就是有去那边 因为据说那边的酒店 特别贵嘛 然后就有到那边 到了他们的那个水族馆 那边去参观 然后也有去一些 比较是有那种乡村振兴特色 主题的一些村庄 这样子有去看 那在海南的时候 饮食上怎么样的感受 饮食我觉得还蛮适应的 然后那边的食物 我觉得也蛮符合 我们印尼人的口味 然后那边也有 也有很多的热带国家的 那个水果嘛 好像芒果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饮食还算是 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海南岛跟巴厘岛 相比两个岛 各有千秋的地方是哪里呢 巴厘岛它的特色太鲜明了 就是甚至这个巴厘岛 和印尼其他的地方 都很不一样这样子 它的那个当地的文化特色 而且他们的那种宗教 已经融入到了 生活的各个层面 他们的建筑物也是 他们的生活习惯也是 然后说如果巴厘岛的话 还是比较属于一个 经济开发 然后旅游开发的一个地方 然后最鲜明的特色 就是说它的海滩 然后它的那些可能食物 比如说那边有很多椰子 然后有一些 咖啡的这个种植 和开发源 这个是中国其他可能比较 气温比较低的地方是没有的 所以最大的不同 我觉得就是那边的人 和那边的文化 那您的印尼同事 对海南岛的这个感受怎样呢 他没有说吗 他就觉得 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第一次去中国 然后就觉得中国的建设真的就 并不是盖的 并不是只是媒体在宣传 就真的真的看到了之后 就很羡慕也很惊艳 那你们两个有没有合影可以给我看一下 我 我不知道这个你结伴的同事是男的还是你的 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有合影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放在我的社媒上面 我们可以找一找 对对对对 因为有一些照片 我就因为拍了很多照片嘛 我就把它放在那个 我的电脑里面 有去闹市啊夜市啊这些吗 夜市这一些 在海南的时候倒没有 然后有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有 有去到这个市场 那个早晨的市场 然后去一些大卖场这样子的地方 那在海南待了多久呢 在海南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对 一个礼拜 只是在海口还是也有去别的地方 有好个城市 就在从三亚 一直到了好几个城市 最后是到了海口 然后从海口回到亚加达 从海口就转机 好像在深圳还是在哪里转 然后就回到亚加达 就是第一次 最近第一次去中国 然后今年 四月份的时候去了海南 然后上个月其实有去 青海和宁川 宁川和哈尔滨 这两个地方其实 我也并不是 哈尔滨应该我还了解一点 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 东北人 我们离着还是很近的 但是银川呢 我是没有去过的 银川也很漂亮 为什么会选择银川这个地方 因为想要说去一下西北和东北 这样子 然后呢 可能我比较经常听到的 就是东北这个地方 我经常可能在电视上 就会说 什么东北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那个时候就 想要说到西北 然后到东北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 我们的安排 就是可以到 银川几天 就感觉 想要体验一下 这个就是比较北方的 这个中国的生活 然后可是我们印尼人 又很怕冷 所以就在选在这个时候 是最适合的 是夏天 但是到了北方又 并不是 其实晚上并不是很 很很热这样子 所以要体验一下 这种很日和夜 温差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然后很特别的一个就是 在那边 不管是在银川 或者是在哈尔滨 那边是晚上九点才天黑 这对我们 这对我从小 住在这个印尼赤道国家 是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经验这样子 对因为在印尼 在赤道上 它的日出日路时间 比较固定 都是在六点左右 对对 但是在中国 因为是 北半球 它的纬度 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 夏天的 白天会长一些 对 然后 所以日落的时间 会比较晚 八九点也会这样 但是到了冬天 可能四五点 尤其在东北 四五点左右 五点可能就天黑了 就天黑了 对 所以是这样 但是在银川 有什么好玩的呢 在银川呢 我们有去到一个 叫做 盗鱼空间 盗鱼空间 对 是一个农田 一个有机的农田 但是呢 就把它 做得非常漂亮 成为了一个旅游区 然后呢 最特别的 我想就是呢 他们把很多盗田 都弄上了很多图案 很多特别的图案 有照片吗 给我看看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这一部分 我已经有放在 我的设媒上面 去银川的时候 是怎么去的 是从北京 从雅加达北京 雅加达飞北京 然后从北京过去的 从北京是坐高铁 还是坐飞机过去 北京是坐飞机 坐飞机过去的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 就发觉 下飞机的时候 是晚上八点半 然后那个机场还很亮 就好像我们雅加达的 四五点那种那种感觉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都是盗田 然后可以收割的 都是这些图案 你可以换一下 这是很有特色 国粹京剧 这个是奥特曼 奥特曼 这个很好 这个是你在高空拍的 他们就有一个 每个区域都有一个 很高的塔 然后我们必须走过去 经过那个稻田 然后从稻田 就有一些高架的桥 都是玻璃桥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 会让人走得很怕的那种 所以是走玻璃桥 过去那个高塔上面 然后在上面就拍这些照片 这个还是很好看的 对 而且还有孙悟空 对 其实是除了有中国 自己的元素 也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流行的元素 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元素 包括奥特曼 孙悟空这些 也是比较包容的一个 对对对对 根据那边的这个 那个管理员所分享的 就是他们每年就会换 因为他们会收成嘛 收成呢 这些图案也会被被割走这样子 他们就每年会换一些换图片 有了解做这样一个 要多久吗 这样一个图案的话 那个大概因为他们一年只有收割一次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图案大概就是 要等到好几个月才能够看得清楚 然后收割是大概六个月 五到六个月之后嘛 你看这上面的话 这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有问过那边的人 但是他有跟我们解释了 但是我记不住 就是当地人的一些话这样 我看你这里还有拿着两个卖的螃蟹 这个是在 没有这个是他们生产的米 这个是他们的米 然后呢包装是很有创意 很有那种文创的元素的 这些都是有机的米 他们在那边卖的 就是我们走了一圈之后 在外面都通常都会有 卖一些纪念品啊 等等当地的这个产品 还有跟袁隆平 这张是在 就是在那个地方 这是在银川 这是在银川 跟袁隆平的一个 和雕像的一个合影 对对 我们看 来进来看一下 很特殊的一个体验 这个 这个好 这个绿水青山就是近山银山 印尼相比而言 就是这样的旅游村或民俗村 可能就少一点 没有 可能有 可是我没有接触过 在社媒也其实没有看到 有这么有创意的 所以他们除了自己种这个稻米 自己生产 然后自己做文创 还自己这样子做旅游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综合 稻鱼空间 这个就是在现场 现场的画面 对对 现场的画面 一个稻鱼空间 盛世中国 七十五华旦 是一条龙 这个地方 我倒是很想去 因为我没有看过 这么有意思的东西 真的值得去 很开心 他这个在银川的什么位置呢 那个时候我们从市区开车大概 也大概就半个多小时吧 对 那在当地的这个村子 景色是很美的 吃得怎么样 吃得我也觉得蛮 我都还蛮吃得惯的 对 因为本身就喜欢吃辣的嘛 然后到了这个银川也好 哈尔滨也好 那边都有很多辣的这个食物 然后呢也 我们印尼人就喜欢吃炸的 可烤的 然后呢我觉得 我最喜欢吃的其实就是 很简单 吃中国的烤串 那在当地除了去了这个村子 比较有特色的村子外 还有一些自然风光吗 自然 有去看吗 自然风光就 主要还是旅游的景点 旅游景点 主要还是旅游的景点 然后有去一个叫做 水利博物馆 宁夏的水利博物馆 就在里面就有 中国的从黄河开始 可是我没有拍到很多 很多这个照片 就是有说到 中国的这个水利 怎么发展啊 一直到各朝代 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也不错 看到中国从原始 从黄河开始有文明 一直到每个朝代 每个朝代的这个发展 其实也好像上了一个 历史课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 很不错的地方 会把银川推荐给自己的朋友 让他们想去这里旅游 一定会 一定会 而且银川它是宁夏 宁夏是一个回族的自治区 对不对 然后有很多其实印尼人 他们想要到中国去旅行的时候 因为印尼大部分都是穆斯林 他们想到中国旅行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顾虑说 会不会在那边很难找清蒸的这个食物 但是如果到宁夏 基本上九成以上的这个餐厅都是清蒸的 所以他们印尼人真的是很适合选择到宁夏去旅行 我觉得 这几位跟您一起吃饭的是中国人还是印尼朋友 这个都是印尼人 都是印尼朋友 对印尼朋友 有一位是龙木岛的朋友 这位先生 这位大哥呢 是龙木岛的能源与矿物资源厅的厅长 他是西努沙登加拉省的厅长 这位是四水的一个商人 这位是一个日热Gajama大学的一位博士 他是那个能源系的系主任 对 他们对盈川的感受怎么样 非常好 然后非常喜欢那边的食物 这张照片我们拍的时候是 已经是应该深夜十一点半了 对 大家都还想说 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呢 有一个从傍晚四点开到 清晨四点的一个食堂 我们就来到这里就做了 这边大排档对吗 对 这边大排档 那个十一点多还是很热闹 对 因为它四点才开到四点早上才关 所以感觉很好 因为中国也很很安全 我们三更半夜在外面坐 在外面外面走都不会有 那你们就是支付起来 就是买单支付会有遇到困难吗 有一点困难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带人民币的话 但是有带人民币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好像我就会用那个支付宝 但是我们可能国际版的支付宝 有时候付钱就能够付 有时候就会不能够这样子 因为我的经验来说 曾经有过在同样一家店 今天晚上我买东西 用我的支付宝付钱是可以的 明天晚上就不行了 可能是有八个 这个人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最近为了方便外国有人到中国旅行的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中国的支付方式 而且中国好多都是无现金支付 已经很多年了 都是用网络支付 手机支付宝 微信支付 这样的其他的支付方式 包括数字人民币等等 这样的支付方式 都是用手机一扫就可以了 但是外国有人可能他们更喜欢用刷卡 对 刷信用卡等等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前两天刚刚有回北京一次 我发现现在好多地方在鼓励大家使用人民币 就是接受现金 使用现金 这样其实习惯也是 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可能还是会用网络支付的这样方式 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商家 它鼓励商家也接受人民币的情况下 就是它会养成一种习惯 那如果外国有人来买东西 他们拿着人民币 那我们也是会收的 然后这样会比较方便 以免因为好多时候 好多年以来 中国用的一直都是网络支付的情况下 它就零钱不好找 没有那么多零钱 不像在印尼硬币 什么那种小的小面值的币种 而且在我们印尼经常都要给小费 对 在海南和银川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我是觉得其实 处在中国这个地方对我来说 就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尤其是可能我是华人家庭 然后听过长辈们经常说 中国怎么样 中国怎么样 中国谈中国历史的故事 然后自己也很喜欢看古装剧 尤其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历史剧和武侠小说剧这样子 然后对我来说 我处在中国尤其是看到一些可能比较旧的建筑物 就是感觉很特别的一种 有那种历史感 对就好像自己在电视里面的感觉 然后因为身在印尼 我觉得孙雷老师也应该了解 在印尼要碰到会说中文的人真的很少 我们说中文的环境其实是很少的 然后到了中国 可能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喜欢中文的人 这样子从小都幻想说 如果能够生活在一个属于说中文的地方 那该有多好 所以就是有那种比较个人的那种情感 最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印尼朋友在学习中文 但是学习中文对他们来说确实有一点点难 因为这个声调啊发音啊对于他们来说 确实有一点点难 但是好多朋友也是在学了 那您在就是这样中国有旅游 除了一种现代的感觉 还有一种历史文化的这种沉淀的感觉 所以您有没有买一些纪念品啊 这方面的纪念品 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会买东西的人 然后呢 有时候我就会买一些以自己的爱好为主的 好像说一些比较有文化的小东西 或者是一些书这样子的 就像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其实我并不是买的 就是在海南的时候 在海南的时候 苏东坡司机 对 我们就去了一个地方叫做瑶城 也是一个旅游村 那根据那边的导游他们就说呢 瑶城是一个在苏东坡被贬到海南的时候呢 要回去 就是接近满三年之后就 要回去京城再复职的时候呢 就有在瑶城停留过一些时间 然后呢 这个瑶城这个地方呢 就以苏东坡为主题 就好像设了一个旅游村 里面都是苏东坡的诗集啊 苏东坡的历史 甚至家谱等等都有在里面 都是以苏东坡为主的 然后在那边就 我们就有 他们就有送给我们这样子的一本书 然后有一些纪念品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 里面有一个类似古代的那种学堂 古代人念书的学堂 然后我就觉得 哇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 因为其实从小我就有一个 好像一个小小的梦想说 如果能有一天能够上华校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从小念的都是印尼学校嘛 如果有一天能够上个华校 就算是我一个人生当中 一个小小的心愿 所以在那边 东坡文化古迹言学 对就是叫做瑶城 然后琼北古村瑶城 对这个就是在海口那边 在海口那边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印尼朋友 结伴而行的朋友 有买一些中国的纪念品吗 他们比我买的多 他们都买了些什么 就是一些大部分都是买一些 可能冰箱的那个什么 冰箱贴 冰箱贴 可能我到了印尼其他地方也会买 要十扣 然后一些小 那些小礼品装饰品 然后呢也会买很多 中国的零食 中国的零食 对就是吃的东西会比较多 也会买衣服 他们也买很多衣服 他们对于这个 这个纪念品啊 这些小小小东西的 感觉怎么样 就是有没有觉得贵啊 或者其他的 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贵 因为我们印尼人的文化 有一种习惯就是说 我们出去旅行 都必须买一些纪念品 给甚至给所有我们认识的人 亲戚朋友 包括公司的同事 我记得呢 不是这一次 去年 去年有一次就去到中国 和一些印尼朋友 有一个伙伴呢 他就买了52样 这个小纪念品 52样 对 因为他说 他每一个星期朋友 他都要给一份 这个纪念品这样子 所以然后呢 还有一个大叔 他 三宝龙的一个大叔 很逗趣 就是 我们到了一个纪念品店嘛 就有很多中国特色的 那种小娃娃 那种 那个什么国具的那个娃娃什么 就摆在一个盘子上面 很多种 然后他就捧着那个盘子 到那个付钱的地方 然后那个 那个 收钱员就问他说 先生你要 你要哪一样 他说我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 然后他惊呆了 我也惊呆了 这样子 那 除了海南还有银川 最后一个地方 您去的是哈尔滨 对 哈尔滨跟这两个地方 有什么不一样 哈尔滨有一个独特的地方 就是 有一些地方 他会有俄罗斯人留下的 那种 建筑 建筑 对 那种 因为他离着比较近 东欧式的一些建筑 然后这些建筑呢 都 都很特别 保留得非常好 然后 还有甚至一些建筑 现在就成为了咖啡厅 变成了肯德基餐厅 这样子 所以这很特别容易体验 去年 应该是去年冬天的时候 哈尔滨特别火 因为它冬天它有冰雕啊 有一些雪雕啊 这些还比较火 那您去的时候 大概是六月 六月份 五六月份 对 上个月份 上个月 六月的时候 六月的时候 已经 已经还冷吗 那个地方 不冷了 不冷了 可能晚上会比较冷一点 晚上就大概18度左右 那对于您人已经很冷了 对对于您人已经很冷了 然后我晚上在酒店里都不开空调 那肯定 因为已经觉得很冷 然后但是根据当地人说的 在哈尔滨他们会有半年的时间 气温都是零下的 差不多从九月 九月底十月冬夏旬开始 一直到第二年的四五月 差不多 因为东北确实比较冷 对 然后最冷的时候 他们说是零下三十度 那个是我们印尼人 没办法想象的 可能还有零下四十度 可能会有 真的很冷 地上都是冰 但是很好玩 因为适合滑雪 适合溜冰 适合冰雕啊 这些 这个真的对我们印尼人来说 尤其我这种 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印尼热带国家的 来说 很难想象 的一个情况 从来没有体验过对吗 没有没有 然后也其实并不太感 因为可能说很怕 怕冷这样子 我们十几度都觉得很冷了 到那边零下几度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其实还好穿的很厚的衣服嘛 穿的很厚的衣服 而且北方是有暖气的 没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问题 屋里 其实屋里是穿短袖的 在室内是穿短袖的 出去可能要多穿一点 不然会冻伤 耳朵 手脚会冻的 比较痒 冻伤 这个是会的 那哈尔滨觉得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哈尔滨好玩的地方就是到处都有人卖烤串 好吃吗 觉得好吃吗 喜欢吗 我觉得我都觉得中国的烤串都特别好吃 虽然说有这个中国的朋友就刚好 有一个中国的朋友当我在哈尔滨的时候 他刚好带他的儿子也到哈尔滨去玩 然后呢他就说 这个哈尔滨的那个烤串会 比较不符合他的口味 可是我觉得都很棒都不错这样子 他中国的烤串跟印尼的烤串其实还有很大的差别 很大的差别 因为调味料不同 对 然后呢我们这边的羊和中国的羊也不同 然后这边的处理方式 这边用的一些香料也真的很不一样 在哈尔滨有一些有意思的照片吗 给我看看 给我分享一下 因为我其实我并没有去过黑龙江 我离这其实很近 但是并没有去过黑龙江 你说的这三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去的 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 我去的地方寥寥无几 只是那么几个地方 最近网络是有个很火的词叫 也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边旅游边录短视频什么的 他有个很猛词不知道你没有听过叫 City不City啊 没听过 他是拿着手机这样边走边录 然后呢他问 哎呀我在长城City不City啊 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City就是城市的那个 City不City啊 City不City 就是好看不好看吗 可能可能就是说 是不是非常现代化 这样的意思 城市不城市 这个就是哈尔滨的一个 好像是1912年建的一个教堂 就是俄罗斯人的一个教堂 就是他在一个那一区就是有很多商场 然后就大家就有一个广场 大家就喜欢在那边拍照 有很多老外在那边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像刚才你说的 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可以到中国免签几个小时 然后他们就会 我感觉那几天就碰到很多老外 然后我们在排队入境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外 那外国有人在中国他跟中国人或中国的这些做生意的人也好 商贩也好 他沟通起来有没有一些障碍呢 沟通起来的确是因为尤其是这些商贩他们可能都不会说英语嘛 所以沟通起来的确是会有一些障碍 但是基本上卖东西大家都用手机或者用那个自传机 用自传机多少钱 50 OK 可不可以30 这样子 还可以还会讨价还价的 对对对 然后打给他50 可不可以这样子 还要讨价还价 很可爱 对 基本上买东西卖东西都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通过旅游觉得中国旅游的优势在哪里 优势我觉得中国一是很安全 然后呢其实虽然说我们现在从印尼到中国还需要签证 但是到了中国之后其实任何的东西我觉得都非常的方便 然后一方便安全 然后有很多旅游景点都规划得非常好 我们想要买票啊已经可以从网上买 不用排队去那边等 然后呢我觉得服务也很好 然后那边中国的人都非常的友善 非常的热情 比如说我们问路等等啊 问一些东西都会跟我们解释 我觉得在那边其实是以旅游休闲来说 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而且中国太大了 太大了 可看的可玩的东西太多 你去过中国的哪些城市啊 除了除了海南青海哈尔滨还有肯定北京肯定去过了 对对对对 广州 广州 深圳 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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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柳州南宁 柳州没去过 柳州没有南宁去过 对对对上海 深圳 深圳有去过 深圳有去过 然后也有 西安 因为现在比较热点的像比较文化 西安没到过 西安也很火啊 旅游的 苏州 杭州 有个大唐不叶城 因为西安还有这个兵马泳啊 对对那个我就是很想要去看的 对对对 兵马泳在印尼是不是也是比较火的 比较火真的很火 对对对 还有看熊猫 印尼人比较喜欢看熊猫吗 呃印尼人 因为印尼也有熊猫嘛 那个熊猫是从中国租来的嘛 那个他们还是很受欢迎的 但其实到了中国可以看更多的熊猫 因为这两只熊猫 如果他他心情不好 他趴在那不动的时候 你就没得可看了 但是在中国有那么多熊猫 因为在印尼还没有熊猫的时候 新加坡先有嘛 就有很多印尼人会去新加坡的动物园看熊猫 包括我 那个时候 在在在在印尼这里还没有熊猫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去 还有有那么多的美食 像成都啊 重庆啊 呃 湖南啊 就是各个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的美食 对对对 甚至我也到过云南 丽江和大里 那边的食物 和那边的人文又不一样 米线啊 米粉啊 这些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但吃的实在是太丰富了 有好多人专门去中国的这些城市 就为了吃 然后中国 我觉得中国的食物中国的美食就是各种各样包罗万象 各种煮法吃法各种东西都有 嗯 因为在我们印尼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印尼的食物就是主要就是三种煮法 炸的炸的烤的和煮汤的就这三种其他的就没有 除非我们到一些可能这个华人的餐厅或者中餐厅 就会有吃到一些可能炒的或者是蒸的 但是其实印尼的食物当中主要就是这三个嘛 炸的烤的和和那个煮水煮煮汤的 所以到了中国的时候就我觉得哇 真的是太多太多各种各样的煮法 各种各样的东西好吃 跟你同学的朋友对于哈尔滨的印象如何呢 有聊吗 都很好都很好印象都是非常非常好 然后虽然说大家语言并不是很通 但是大家都都敢说用用手上的地图 看酒店附近有什么他们都都会走路过去找东西吃 然后有一些喜欢买东西的就会特别找一些商场去去买东西 甚至有一些早上五点就去当地的那个清晨的市场 去买一些水果啊 对因为有一些中国的水果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嘛 对 而且就算这里这里有的水果也会比较贵 也会比较贵而且也都是中国进口的 对对对对 葡萄那个梨啊 苹果都大部分都是中国进口进口的 在国内出行的时候当时主要是怎样的出行方式呢 是打车坐车还是一种 大部分都是那个主办单位那边给我安排车 然后有时候如果说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就有时候就会自己打车去想要去的地方 那其实也是很便利的因为好多城市它也有有地铁啊公交啊这些 但是就很可惜就没有没有机会坐到公交 因为我其实很想说到中国去体验一下真正去体验一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甚至我很想看中国老百姓的家里是怎么样子的 这样子就是好像我是会比较喜欢深入民间的那种那种感觉 这就是还没有机会去体验到可能坐公车 有一次在深圳和广州就有坐到他们的这个公交巴士 他们那边有BRT嘛 那个时候刚好我就和我们印尼中爪哇省的这个交通局的这些官员 到那边去坐这个电动巴士的这个东西的考察 就有坐到他们的公交 感觉都很棒 雅加达也有电动巴士 是比亚迪的应该是 对对对 那个我也是坐过一次感觉还可以 对啊 感觉还不错 还不错 而且现在坐在雅加达可能我感觉坐公交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自己开车实在是太堵了 真的 在中国是不是就没有感受到这么堵的情况 除了一些比较热闹的城市好像广州 其实其他的地方其实基本上都没怎么堵车 对因为骑车的人其实也不少 还有就是坐公交车的坐地铁的这些公共交通 出行比较方便的情况下就不会像雅加达这样堵 而且马路可能会更宽一点 对马路不是更宽 就是宽很多 然后有时候我们在一些在路上大家都在爱堵车 然后呢可能我们驻冠雅加达的心里就会说啊 在雅加达这不算堵车 这是等一个红绿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那随行的人就是包括从青海和哈尔滨回来之后 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 他们以前没有去过中国的情况下 他们对中国什么样的印象 真的大开眼界 他们都说大开眼界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 可能在视频上看到的中国 真的就是那样子 而且呢并不是说只是一两个地方 可能示范的地方还是什么 到了每个地方每个城市 甚至我们可能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 走过高速公路 规划的都很好 甚至到可能进入一些乡村 乡村的那些道路都铺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有去到一个 五常的水道 那个五常的大米在中国是非常有用的 对对我们就有到那个厂去这样子 然后也有进到他们的那个乡村 然后到了那个乡村之后呢 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这是我就问说这是乡村吗 然后那个人说是啊 这是我们的乡村 我说这个在我家乡的省份 印尼的廖内省 这已经是一个县城了 一个县城的规模才长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就很很怎么说很惊艳 然后这些印尼的朋友都真的是感觉 亲身看到了所谓中国的那种农村农村的振兴 原来是做成这样子的 百闻不如意见嘛 对我们就可能媒体 尤其媒体朋友会谈说 中国的那个农村振兴建设的政策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可能能够分析到怎么样 可是到了那边看到了之后 其实我觉得 就是不用太多话去解释 就大家就直接看 对因为它是根据每个地方有自己的特色 东北如果这个村子 东北的村子可能适合搞一些冬天的旅游的 就是农家乐呀 然后滑雪呀 这种看雪景啊 它这种在冬天的时候会比较火爆 基本上很难订到房间这种的 如果像刚才说的一些有特色的稻田 或者说农家院这种 它会因地之一 根据自己的特色 根据自己所在城市的旅游资源 来规划乡村的发展 这样的话 才能让这个乡村发展出自己的一个特色 也不是把一个模式复制到全国各地 因为它每个地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吧 对 印尼其实之前倒是想做这方面的调研 看看有没有一些乡村旅游啊 特色的农家院啊这种的 印尼好像据我所知好像是没有对吧 巴厘岛有几个 也大概只有一两个吧 然后最有名的呢 在巴厘岛是有一个村子叫做 Bang Liburan 那个就成为了那个联合国的 Bang Liburan 对Bang Liburan 然后呢这个巴厘岛的这个Bang Liburan这个村呢 曾经获得过一个理由讲就是全球最干净的村子 我也去过两次 确实干净吗 确实干净也很特别 很有巴厘岛的特色这样子 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一个景点太有名了 太多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感受我们想要去体验的东西 然后那边也有一些小小的民宿嘛 很难订到那边的 那肯定的 肯定的 因为在中国也是比较火爆的旅游景点 都会就是一票难求啊这样的 大家排着成龙 尤其赶上五一加七十一加七这种 寒暑假可能人都会比较多 现在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在国内旅游的性价比也更高 然后可看的东西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你要想走遍中国的每一个城市 或每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对 我在文印尼的战杯省 有一个表舅 他就说过 他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中国去旅行 他年纪已经很大了 然后他说过呢 中国其实一辈子都走不完 你觉得中国的现在这种免签的政策 包括就是 更加辩解的政策和措施 帮助外国人在中国旅游 对于外国人对中国加深 对中国的了解 有没有帮助的 当然一定是很有帮助的 我觉得就如果说是 能够免签的话 我想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 因为其实我觉得 很多国家的人都好想看一看中国 去一趟中国这样子 如果说能够免签 尤其是我们印尼可能还会比较困难 可是如果说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印尼人免签的话 我想一定是能够 现在不是旅游团就可以免签吗 旅游团免签 但是好像就只是去海南还是去什么地方 从广西入境 然后进去之后 可能去其他地方就不需要签证 应该是 因为它是跟团的 那它是有一定的形成的 其实这样也是 目前来讲 这个政策应该也是还是可以的 但可能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动 我们就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印尼的朋友 到中国去走一走看一看 真的 然后在印尼的社交媒体上 发一些关于中国旅游的 因为中国的旅游资源 它跟印尼的又不太一样 印尼的是以海岛为主 潜水啊 浮潜啊 爬火山啊 比较原始的一些自然风光 但是中国的好多的旅游景点 它是既有现代化的设施 娱乐设施 也有这种比较历史积淀的这种古建筑 比如说西安 比如说北京 有些老胡同啊 故宫啊 颐和园啊 这些都长城啊 都是值得一去的 上次我去银川的时候 就在北京转机嘛 然后还有好几个小时 我们就有到了故宫一趟 我觉得印尼朋友可能会 非常想去上海啊 上海既有现代化的 也有一些弄堂啊 对对对 还有一些这个迪士尼 在北京呢 有华智永城 也有故宫 对 就是历史和现代的相结合 真的 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对 中国有更深的一个了解 中国可能 并不像一些西方媒体啊 说的那样的封闭啊 那样的不友善啊 等等等等 其实中国发展 包括好多印尼人 可能并不知道中国 真正发展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但是如果他们有机会 去到了中国 一眼见为师 看到中国的城市 不光是一线城市啊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发展都很好 都非常好 规划的也是非常好 我觉得与其我们可能有很多 做城市建设规划的这些政府的项目 会到什么西方国家去做考勺 我说与其去到西方国家 不如到中国也不会太远这样子 也更可能我觉得中国 中国人和印尼人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这样子 比起和西方国家 肯定的 毕竟是亚洲的文化 我们的性格上会更相近 对 大家都会 都比较好客 不会那样嘟嘟逼人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看 值得去学习交流的一些地方 下半年或者是明年还打算再去中国吗 还没有计划 就看看 因为有时候去中国也就是有工作的元素 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玩 你有带自己的孩子去中国吗 没有还没去过 那你好残忍呀 我去中国只带过我妈我阿姨和我的表姐 那你也太残忍了 他们肯定想要去中国看一看啊 因为小朋友如果念书了就要等学校假期 什么这样子嘛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又如果没有去 可是我就带过我妈我妈我阿姨和我几个表姐 因为因为我们上一辈的人家里都兄弟姐妹都很多嘛 然后我的表姐其实他们的年龄都和我妈阿姨 他们差不多 所以就曾经带过几个老人家去过中国 剩余的都是自己可能工作 然后工作的闲暇之余 就可能有几天就可以去玩 就看下半年其实还没有什么固定的计划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觉得应该带你的小孩去中国 很想很想 可能他们应该也很想去 对等他们我觉得就等他们长大一点 然后更加的了解 现在就慢慢的先灌输他们我们华人的家庭的价值观 让他们更加的了解对中国有那种好奇之心之后 然后带他们过去 就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更有意义 如果现在带他们过去 可能只是会觉得中国就是一个国家 我来过这里旅行 我去过马来西亚旅行 我去过什么地方旅行 我想要让他们如果说有机会去到中国 就让他们体验到去中国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身份来说 其实我觉得你也算是一个 本身做电台也算一个社会观察家 也算是吧 也算是 你觉得为什么China Travel这个话题会活起来 主要就是有很多人还没有看到中国 有很多人都很想要知道中国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也因为在媒体上面看到有很多很厉害的中国的东西 大家就想要去看 而且现在也有很多一些中国的产品在印尼也有很多 然后中国的可能那个什么蜜血在印尼也非常风靡 所以透过这个东西大家就想说 是否在中国也有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 是怎么样子的 如果在中国也会有 也像在印尼到处都是蜜血这样子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奇心 然后也有很多印尼年轻人现在都到中国去留学 对不对 所以也透过这些留学生他们分享的东西 吸引到了他的朋友 就可能他有一些同学是没有到中国留学的 他回来就会一直介绍中国 然后他们就会可能一行人 就一起到中国去旅行这样子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让印尼人会好奇的地方 他的历史 这也是觉得有很多多方方面 他的美食这也是很多能够吸引印尼朋友的 与你同行的几位朋友有提到再去中国这个相关计划吗 如果直接的提应该是没有 但是就是看看机会吧 因为这一次 因为他们工作也比较忙 对对对对对 如果是工作能够安排到中国去做一些调研考察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乐意 非常的喜欢 那就你个人而言 如果因为你也没有去过西安 没有去过好多地方 成都也有去过 成都也有去过 没去过 成都有大新王也没有去过 重庆重庆有那个列车穿那个楼的那个场景 你应该看到过 看过看过视频 有想去亲自看 那个是真的 那个是真的穿过去 还有红牙洞一些什么的 比较好看的夜景 下一个城市你会选到哪里 下一个城市 其实我很想去一些比较古老的城市 比如说潮州和潮汕这些地方 因为我自己 虽然说祖基是广东 我父亲这边的祖基是广东 但是因为我从小是生活在 我妈妈的家庭 我们住在廖内省的一个渔村里面 都是我妈妈的这个兄弟姐妹的家庭 然后他们对 都是说潮州话的 对一些潮汕文化和美食 到目前为止都还算是有一些保留 所以我也很想说去那边看一下 因为我自己做音乐我也有写过一些潮州话的歌曲 这样子 所以就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想要先去潮汕再走走 而且我自己在印尼很喜欢吃印尼的牛肉丸 有很多中国朋友都跟我说 潮州那边的牛肉丸是很有名的 对 就想要去试一下这样子 我已经有大概一年半左右 都没有真的回国过了 所以如果让我选择下一个地方 我可能会选择 杭州 杭州你有去过吗 我去过杭州 你逼我幸福 你去过杭州 杭州感觉怎么样 杭州感觉很好 就是一个很清幽 然后空气很好 然后我们有句话叫 上有天堂下有素杭 对 所以想去趟杭州 四周 杭州我都有去过 然后有那个西湖 当然要去一下嘛 对 西湖 然后西湖那边呢 有那个 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莲花 莲花 莲花瓷 那个也是 我觉得 超级 超级好看 真的是 我应该去一趟杭州 还有哪个地方 因为我 我虽然住在北京 但是我还没有去过 幻青眼城 上海我去的也少 其实我没有去过 那地方太多了 我本身就会 就比较是会 喜欢一些有文化气息 古老气息的地方 好像之前有去过天津 对有文化 它有故事嘛 对对对 然后好像环球影城 这样子 比较现代的地方 我就我个人 并不是 并不是太感兴趣 这样子 但是对于 就是 一般的印尼的年轻人 一定会 他肯定会非常喜欢 一定会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是会往这个方向去找 他们就会没有喜欢 现代的东西嘛 对 尤其是一些游乐场 环球影城这样子的地方 对 或者是迪斯尼 对 一定是他们 是他们的首选 对 可能我也就算 可能年纪大了吧 对这些东西 并不太 并不太感兴趣 那我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 对于 未来 或者是 今后 想去印尼 想去中国旅行的 印尼朋友 您有什么建议呢 因为有很多印尼朋友 他们最大的顾虑就是那边的食物 容不容易找清真的食物 这样子 可能可以先在印尼的一些网上 已经有很多了 我之前有去找过 比如说他们要到什么城市 先去找一下 甚至有一些是用印尼语的 就是哪一些城市有清真的餐厅 地点在哪 叫什么 其实那个都有这样子 然后有很多酒店呢 他们的早餐都会有 有英文 有中文和英文 所以他们怕吃到猪肉 还有什么 那边都会有血 所以 其实不用担心 不用太顾虑这方面 这样子 就做好一些 准备 就是找一些真正清真的地方 其实在中国并不难 甚至在哈尔滨也有碰到 那个清真的餐厅 甚至有一家是已经百年历史 清真的餐厅 那其实这点 对于印尼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对 中国的旅游 不管从服务啊 还是设施啊 到配套的一些服务功能啊 对印尼朋友来说 其实是 他们不需要有顾虑的 不需要有顾虑 所以就算你有语言的障碍 我觉得也应该不会遇到 一可能我想大家会必须比较适应的就是 要坐高铁或者坐飞机的时候 那个安检是非常严格的 那肯定 对这个印尼朋友 非常安全的一个国家 就是因为它采取了一些 也不是很极端的手段 就是正常的安检措施 对对对 因为在印尼这边确实 安检这个不够严谨 对没有中国 中国只是做的稍微严谨一点而已 其实也不算是太过严谨还是怎么样 只是就是可能在印尼我们习惯了比较深 但是到了那边会有一点点不习惯 亚文高铁也是有安检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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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正常的过过那个 把包放在里安检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也还好了 也还好也还好 就没有 只是只不过可能坐飞机的要求 可能就会更严一点 然后有可能有时候 因为我的护照上面的名字 是只有只有一个字嘛 通常名字都必须有两个字 有时候呢 那你护照的名字就叫Andy 对就是我的那个本名 就只有一个字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要填写first name和last name嘛 对对 有时候呢 那个航空规定说 如果你的last name 没有last name 你不用填 有时候就说last name 跟first name 就填一样的 有时候就说 写上一个mr 还是什么 所以就是有时候 搭乘的是同样的航空 到了机场 他们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规定 所以这个就可能到机场 要比较早一点啦 去机场这样子 对 那好 感谢Andy Chiu 今天跟我们做了来的分享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直播内容 真的很像一个嘉宾访谈 对啊 嘉宾访谈 希望我的问题 没有让你感到不舒服 希望我回答的也算是还可以 感谢你的分享 也希望你有机会 再去中国 带着你的小孩去中国看一看 看一下 然后让你身边更多的印尼朋友 想去中国 然后你也可以帮助他们 在中国更便利的旅游了解 更加了解中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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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